神农炎帝的故事 中国人往往称自己为炎黄子孙,这炎指的就是炎帝。 炎帝来到这世界上的时候,人们还不知道种庄稼,靠着打猎,采野果,采野菜为生。 人们常常打不到野兽,找不到野果和野菜,所以常常受饿。 炎帝看见人们受饿,很难过。 他想,如果能够把一种可以吃的食物的种子种到地上,等种子结出果实,人们不就随时有食物可以吃了吗? 可是,到哪里去找食物的种子呢? 炎帝想啊想啊,几天几夜都睡不着觉。 有一个白天,他终于迷迷糊糊的倒在地上睡着了。 突然,一阵大鸟拍打翅膀的声音,把他从梦中惊醒了。 他急忙跑出门外,看见一只红色的神鸟,嘴里咸着一颗很大的河苗,正飞过上空。 各种穀物从那河苗的碎上,像下雨一样洒落下来。 炎帝高兴极了,他跳着嚷着, 这就是五谷的种子,这就是五谷的种子。 炎帝叫人们把谷种拾起来,又教他们把土翻松了,把种子种到地里。 春去秋来,人们终于收获了自己种的五谷。 炎帝就教人们把五谷晒干,收藏起来。 从此以后,人们即使打不到野兽,找不到野果野菜,也不用担心饿肚子了。 人们非常感谢炎帝,就尊敬地称他为神农。 李恶老总 冲� 李恶老总 准备 cost 时 并 走吧 和